接下来的新闻可能会让人考虑要不要再抽电子烟 一名田纳新男子放在口袋里的电子烟是突然爆炸 而爆炸的瞬间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另外在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出现了垃圾危机 无处可去的垃圾像河流一样在市区里泛滥蜿蜒 画面中便利商店一如往常 店员忙着整理货物而客人买完临时正在结账 没想到客人口袋突然爆炸还有火焰喷出 大家都吓坏了 原本以为这名客人是带着小型炸弹来引爆 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客人自己的电子烟电池 在口袋里给爆炸 这名客人因此二度灼伤 而店员则是赶快拿着灭火器来为他灭火 另外还有一个惊人的画面出现在黎巴嫩的贝鲁特 上千万吨的垃圾堆积在马路上 堆得跟小山丘一样高 还蜿蜒到镜头看不到的地方 原来是黎巴嫩政府于去年关闭了国内垃圾掩埋场 原本这些垃圾要运往俄罗斯 但出现问题 好几个月的垃圾无处可去 就堆在路上发臭